我本來是做衣服的,接觸開就是紙養的師傅,奢侈的師傅 但是由衣服再加不同層面的東西,但都要在衣服的上面 用我自己有限的知識去理解新領域的東西,要跟別人溝通,要大家去明白過程 其實痛苦得來快樂,痛苦在理解新的東西 但是痛苦過後,你得到一個新的東西,或者在大家找到一個共通點 其實這是一個快樂 其實這個概念是,因為我選了傳統手作藝術,是一個廣東的彩詞 然後找了曹山越冬池創 這個廣東的彩詞對我的認識就是,在我小時候跟家人去旅行的時候 跟家人去吃一個餡茶,看到一些很美麗的杯杯碟碟的瓷器 上面印有一些有東方和西方色彩的感覺,很色彩班牙的杯杯碟碟 以為是一些外國人模仿一些中式的畫法,就在西方的瓷器上面 但當拜會完曹山原來知道多一點這件事,或者歷史,或者他的做法 原來這件事其實是廣東那邊的發源地來的 覺得很驚喜,原來這件事外國人很喜歡 這件事影響我很深遠,到現在我的印象都是家人的感覺 所以當我選了一個彩詞和時裝的結構的時候 我就很希望整件藝術裡面是一個很客廳式的設定 去包裝著一個整體性的開始的想法 廣蔡即是廣州地區的彩詞 現代的人叫做廣蔡即金詞 它的特色就是所有圖案都填滿了,叫金碧輝煌 在空隙的地方都有金的填上去,好像一件衣服 有些積金的絲綫 所謂叫積金 這些是廣蔡的一種特色 為何會有廣州的彩詞呢? 有三百年歷史 當時清朝開放廣州,一口通商 當時有一個倉庫區,或者叫領事區 叫十三行 在那裡給一些買版,即是懂英文的 我們中國華人和外國人 在那裡接收生意 在那裡,每一個行代表國家 因為外國人除了買中國詞之外 他們不滿足傳統中國風味 他們又想畫自己國家的風土人物 帶來新的思維 廣蔡特色就有一個叫花頭 外國人叫做Canton Rose 在那裡有一個圈子 他叫做McDarney 我們叫做豆芳 每個圖案都有餘意 即是像獸子花心 即是長壽 這些我們叫做靈帽 這些花位 都是花團錦束 即是富麗堂皇 這隻很出名的 叫鬥雞 我們行上叫鬥雞 即是雞在那裡打架 其實不是打架 其實是說出他們的祖 氣語牽昂 早上在那裡叫做早神 即是港采是一種精神 還有一些鞭 都是屬於港采的很傳統圖案 都是一些 好像這麼多果仔 即是五果豐收 收穫豐富 這條鞭 這裏是另外一些 穿著官服的網袍 那些網民 即是升官發財 所以有起爵 之後還有一些雞 所以這個在港采 就算現在 都是一種很受歡迎的圖案 我爺爺那一代以前做的 所有圖案都是手畫的 全手畫 所以以前的師傅 他只是獨孤 他只懂得畫金魚 他參加了一種專利 全部都是由他和他的徒弟 或者家人做的圖案 外人就不能插手 但是我爺爺爺 就覺得很多時候 圖案是受制於那些師傅 但漸漸就失傳了 所以想到一種吸引的技術 請一些年輕的師傅 將所有港采通行的圖案 就劃勾線條出來 做交印 上手師傅就是做構圖 做完構圖之後 搭上花頭 很多其他工序 其實就叫下手工夫 所以任何人都會做 一直都在時代進步 因為很多時候 外國的買家 那些入口商 包含公司都買手 你問你有什麼新構思 最初他當然是給你一些圖案 但漸漸他來到 就扣你自己提 做一些圖案 所以就要到處找書 找圖案 做定給他們 所以有些比較現代的 或者我有時候做傳統的 百多年前 那是神經通行的圖案 所以現在最現代的 可以做到鐵花都有了 好 為什麼要把手抖 手抖 不用抖 粗也不要緊 好 好 粗也不要緊 最重要 一條線不要彎彎彎彎彎 某些都有 好 要不一定要這樣見 我不要緊,你隨便怎樣開都行 你喜歡怎樣開都行 都很難 開頭是這樣 你多做幾下,可能會更疼 我的手很暈 為什麼會這樣? 人多看字 人靜了很多 而且還不錯 正常,普通人都很少會這樣 平時上班很多事情 但你做這個可以很專心 很舒服 很久都沒試過 對我來說,沒試過這麼靈靜 要這麼集中的去做一件事 我覺得 世界太快太吵 和太過不集中 有一些手工藝 其實我覺得是 對個人是非常好 因為會找回自己多些 但是現在的世界就是 你可能對著電話已經有太多的資訊 你要 read 但是你對著一隻碟 你畫個圖案 你就是想怎樣畫好那條線 這個感覺其實是存在感很強 因為發現自己的存在 我覺得 我覺得 在香港來說 需要多些手工藝 這種生活 令人 不要那麼快 或者那麼潮流 剛才你講了一個設定 但是在你那個時裝設計上 你怎樣去應用 開頭就 很直接就以為是 時裝家廣東彩詞就是 這樣 但原來廣東彩詞 是要有一個瓷器在 發覺 要將那個 傳統手工那個畫 廣東彩詞 那個技術 同時裝有關係 在我期間那個瓷器 我都需要去考慮 所以這次 我就很幸運 找了很多 幾個的 砂漠的藝人 去把這兩樣東西 幫我再結合得 再完整性高一點 我自己就 心目中 希望想 在石油上 做一些好像布料的感覺 那就是 它很硬 但是呢 看起來很軟 我知道你是 做開一些 這類型的東西 想了解一下 如果在這方面 做一個這樣的器皿 好像 放在衣服上 一個穿上的藝術 藝術 不知道 有沒有可能 可能的 但當然要知道 詳細一點 是 因為如果你有一個 穿上的 真的可以穿上 新的 那就是本身 那件 如果是塗屍質地的東西 一定要很薄 是 因為如果太厚 很重的嘛 你都知道 平時我們大一點的 一個湯碗 都不輕的 是 我想 衣服的 給人的感覺 是衣服 那就是布料 是因為有衣襲 有些衣服 有些布雖然厚一些 有些布會薄一些 那但是 穿上身的時間 一定會跟著身形 會有 起伏 那我們就是有衣襲 即是 的文理 那因為廣彩是個 네 那但是廣彩呢 是一種 由上的彩 那我想 我們設定一件衣服的時間 又 我自己覺得 會注意多一點 就是如果全國都是有磁氣那種亮的 Glaze 即是油 覆了上去 就真的有一種硬碰碰的感覺 但是如果沒有那種高溫的透明油 你就上不到油上彩的 就出現不到廣彩那種味道 但是呢 另一方面 我就會覺得 問一下你的意見就是 可能我們要 上廣彩圖的時間那個部分 我們才上那個透明油 令到它有那種陶瓷的感覺 但是另外一些部分 我們就不上那個透明油 不上透明油的瓷會是怎樣呢 就是一個啞白色的瓷 但是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質感上是更加像布料 真的很有挑戰性 以及要 即我提到特別的物料 例如一些泥呢 我們特別要找一些 不容易裂的泥 就是這一種泥 加了紙碎 但是當然它出廠就已經加了 那就是沒有那麼容易裂 通常來說純瓷是最白 它混了一些紙 正常來說紙燒了是沒有了的 它混了下去就令到它做未燒之前 它比較硬 燒了是沒有了的 那除非紙有雜質 如果不是呢 應該不影響那個顏色 其實它燒完出來跟這一塊是一樣的 啤啤紅 那就是你主要的元素 西方的元素 那這次的細節就是我加上廣彩 在常見的指甲邊 做一個菌邊 那有花 那肩膀是對稱的 但是下面呢 我會跟著你的布 上次我記憶中的顏色 你這邊是紅色主要的 那邊是有一條藍色的 在左手邊有一條藍色的布紋 那我就這邊呢 由藍色變成一個啡紅色的屁股 這邊呢 紅色的指甲邊就轉為藍色 那希望有一個平衡在那裡 因為始終這兩個 是一個鴛鴦的形狀 那希望這樣會平衡 再繞多一點 我會說 我會 rasa 跟著 這個 我的 就是 我會說 我會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想用一些印刷去做整件事的感觉 而我自己有些衣服的描述 希望可以将港彩融入衣服上 所以想製造一些橄榄的艺术 像是一个戴帽艺术的形式 可能是一个领或者一个奏 就可以放到上身 形态或者上面的形式 其实就是由你用的方法演绎 那有没有想製造什么的 其实我自己是想製造腰 想製造一个可能是腰封的东西 可能是类似这个 这个 这个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件很 一个磁器组的腰封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还有什么特定的要求 不知道如果放在身上的可能性 有没有难度或者是 会有些困难的 是 因为如果这样一件 陶瓷就没办法有弹性 是 那如果要做 可能我会和你中间劏开 那变成两件片 可以吸到腰封 是 那都要先试一下 都未知 不过大概都没什么问题 怎样弄这些鱼论 就是逐快弄 逐快弄的 是 逐快痴 逐快痴 那是先弄哪一部分呢 其实 先弄哪一部分呢 是 当然是先弄底线 如果要先做头一部分 那些鱼一定要由尾排上去 不然你在头上搭不到 我开始以为这些很脆弱 但我接触得久了 很硬 是的 像石头一样 不是说会这样 脆弱 就是 插头一部分 就是你拿着杯子 也不会说一年很难 因为你烧的过程 它物质会转化 是 已经不是泥了 是 它就会 成为一些很坚硬的东西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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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都在移動藝術的想法 我覺得過程對你來說是很有趣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是怎樣 直至可能有人給你一個球 你接完那個球 究竟你是射球還是全球 就是這樣 因為講了一個很色彩、斑斕、鮮豔的東西 我覺得在視覺上我真的想描述一個觀眾或自己的感覺 所以就是希望用不同的顏色 去遮蓋衣服、家具或整個設置 所以整件事你遠看其實是好像沒什麼看 就是幾塊色 但是原來近看下去就會發現有不同的材料在裏面 可能是有砂漠 有些可能是厚一點的布、薄一點的布 甚至可能有些是瘦花在裏面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好像有一種感覺是 廣彩其實是 如果你留意多一點的細節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更多的東西 可以遮蓋在不同的地方 除了在杯碟上 可能廣彩的圖片做到一個衣服上 或者可能是一個wallpaper裡面 就是希望其實透過我自己的感覺去表達這件事 其實希望廣彩 讓人知道可以再 這個傳統的手工藝可以再應用得更多在市場上 就是感覺是想這樣去表達 當我做這個project 其實不是fast fashion 是一個時裝家手工藝的理解 比我更加會去明白 做衣服最好的quality 或者是好的craftmanship的衣服 是要時間 以及要有思考的地方在裏面 本身的時裝設計師才有價值 或者是藝衣服才有價值 但是如果世界太快的話 其實那個價值未沉到底 已經轉了另一種東西的話 其實這件事 對於可能創作的人 其實就不會有思考沒有樂趣在裏面 所以當我做 就是現在的project到了這個階段 其實當我再看自己的東西 我都會 希望 用回這樣的心態去做衣服 但是現在的時裝實在太快太潮流 去到一個是 沒有趣的地方 那 為什麼要這麼多設計 為什麼要這麼多衣服呢 那 不需要的 所以 但是 好的 質素 好的 好的 想法 其實 仍然需要的 那所以 如果我繼續做 我希望 保持得到自己是 有價值 或者有一個想法 或者是有手工裏面的衣服 多於純一個為潮流而穿的衣服 我想是這樣 就不要把 我們之後 Founder 在 做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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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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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